西法诺曼底滨海风情 西方名胜圣米歇埃尔山 二战英法联军大车退所在地敦克尔克 中世纪小镇布鲁日 雄美的白鹅峭崖埃特尔塔 海盗之城圣马洛 王者之城兰斯 288欧起全年出发 欧洲之美尽在凯撒 杜斯尔多夫市的2012年迈登龙马拉松比赛 于4月29日早上 在老城区的兰伊河畔龙中举行 吸引了约14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长跑 及运动爱好者参加 3200名参加者最终穿过了整个城市 跑完了42公里的全程 杜斯尔多夫市的马拉松比有十年历史 他的比赛还包括儿童马拉松 独轮车马拉松 以及手摇自行车马拉松等项目 每次的时间已经与其他的腿 手臂和脚就在与腿上 要往下降 把腿上放 然后就42,195公里 非常细备 非常尽力 我只是想要说,也许多有些人在这些地方 这些人不需要做法,而是有点准备 而且很快速地上 也许多这些人的大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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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小时八分二十七秒和两小时二十五分四十九秒 来自塞尔比亚和肯尼亚的男女选手 以这样的成绩分别获得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李宗盛 李宗盛 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儿童马拉松项目 近200名孩子在这天参加了这场4.2公里的赛跑 由当地护达会计事务所所组织的龙马训练营在马拉松前夜将中的儿童们聚集于都市的中国中心 聆听教练拥教练教练交代比赛注意事项 那你觉得你跑得怎么样 快吗 快吗 第几名大概 第三名 我叫Isabel 我叫你3年长 和我手飞喝 这两十几两十几 我们来到一半 十几 三十几 五十几 一、二、三、三 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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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